日前望海巷的釋放水灯头活动中 除了夜空中的烟火及海面上燃烧的个性是水灯外 最吸睛的就是这座横跨渔港上方的光雕桥 这是金融市政府争取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经费 打造的150米长跨海景观桥 完工后吸引不少民众抢先体验 欣赏潮经湾与九份等东北角一带的无敌山海美景 在望海巷渔港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座景观的桥 是非常的漂亮 它的一个视野大概是未来看整个潮经湾 还有九份最棒的一个地方 所以昨天在释放水灯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的民众抢先在那边观看放水灯 我知道其实虽然还没有正式的一个启用 不过已经很多的民众在那个地方完全散步 那可以从我们潮经公园可以一路甚至可以一路走到新北市的 翻载澳的渔港 那海边的一个步道非常的舒服 所以这个是我们串接整个东北角观光狼带 进来到我们的潮经公园海科馆 以及连接八斗子车站 串接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观光旅游的一个狼带 所完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程 那我们会在大概过不久 这个人疫情比较趋缓 我们会正式举办的这个启用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能够打造整个东北角更好的一个观光的一个休憩的一个环境 这座跨海景观桥以刚构为主 并搭配有视觉穿透效果的栏杆设计 让东北角滨海狼带美景一览无遗 总共曾经费4600万元 今年3月总统蔡英文曾前来视察 站在这座可骑车散步的桥上 对眼前美景占不绝口 进入市这种方面预计农历7月过后将举办正式启用仪式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吸引更多民众走出户外 感受北台湾最漂亮海湾的无穷魅力 记者张启腾进入报道 感谢观看